如果你是在屋邨大 可能你都會經歷過這個情況 時時也有跌 打風就有磚 磁肥石不斷跌下去 這些磁肥真的跌下去 頭會流血都不定 不是開玩笑 如果你被這些粒粒丟中的頭 真是可大可小 但它可以說是香港舊時代的一大標記 有些金色的紙幣石 還有一些水磨石的紙 都很少見的 我看到它的切角很細緻 Alex是一位城市探索者 平時最喜歡在香港周圍走 找找舊時代的痕跡 我經常覺得香港人走的補速很快 會錯過很多東西 今天Alex就說要帶我去找紙幣石 看到有些葉 有些葡萄 其他地方很少見到 這間餐廳就1950年開到現在 已經整七十年了 我剛才走進來 整個感覺好像去了第二個時代 樓梯、地下和兩條柱 每個卡位的牆都用不同紙幣石 我剛才和你走樓下的時候 我們倆就這樣數 都可能有十種紙幣石 剛剛和老闆娘聊過 當年他們老闆找了一些大公司 簡淨的貨品 然後由裝修師傅分配哪個位 用哪一隻 一些大一點的牆 就要用一些剩下多一點的材料 但看起來 每一個位的顏色都是合適的 不會說很大 紙幣石多數是在歐洲那邊傳過來 五六十年代的時候在香港興起 原因當然是因為便宜 雖然用油漆來裝修就更加省皮 但紙幣石盛在夠耐用 當部分的紙幣石脫了或者舊了 以前的人就會用一些便宜價貨補 最後就變成五盲綠色了 其實真的挺雲為 都挺多香港的代表性物件 藍船、天生超輪、貨櫃船 我們身處的這棟大廈 就在1980年起 而這幅180度的紙幣石畫 裡面沒有中銀大廈、沒有摩天輪 整幅香港風景就好像定格在想當年的那樣 其實紙幣石是否我們經常說的馬賽克 紙幣石其實是說紙幣那種物料 馬賽克是一種霜陷藝術 那種藝術的表現手法 馬賽克在古羅馬時期很盛行 羅馬人的行人佬 就是一些用石仔和大理石砌出來的圖案 在香港有些古宅的牆都有紙幣石畫 但是很多都因為重建而消失了 其實之前也看到很多 例如舊的麻雀店、舊的大宅 外面都會有這些畫 但是現在其實這三個地方已經拆光了 所以越來越少 只有教會或者學校會看到 以前其實很多八花齊放的 但是現在就拆了很多 所以剩下大家都以為是正方形 最常見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隻綠色 還有一個很常見的說法 就是因為戰後很多本身用在軍用的油 然後它就流落到市面 便便宜很多 所以你看到牆身或者隔屋都是用主色的綠色 地磚這些紫皮石都會用綠色去襯去 紫皮石是一樣很冰冷核的物件 在我的角度來說就不是 是怎樣的 我覺得它很有溫度的 其實為什麼紫皮石會叫做紫皮石呢 因為它有一塊好像紫皮一樣 俗稱雞子的東西 將幾十粒紫皮石貼在一起 不用逐粒逐粒貼餐死 貼穩了之後 再用水濕了那塊紫皮 就撕掉它 所以當時人們看到這樣的情況 就叫紫皮石 紫皮石就慢慢統清了 現代人是很難看到的 雖然現在裝修大廈外場的話 都還會用有雞子的紫皮石 但室內裝修就會用一些新版本的網底紫皮石 有時還可以用玻璃膠來代替膠砂上牆 紫皮石就有陶瓷 有玻璃 背殼 接著有金屬 因為它小小粒 你要去做各種不同的弧度 其實都可以很輕易做到 第二就是它本身的物料 就是沒有那麼容易收 那個冷酥熱漿 到真的要做的時候 就這樣剪幾粒 去更換了一些爛了的石 都很輕易 紫皮石其實最麻煩 就是在鋪的過程裡 要有耐性 那現在還輕不輕做外場用紫皮石 現在真的少了很多 有很多物料 其實現在的穩定性比它強 包括大塊磚 瓷磚 因為你不怕日曬月淋 現在用紫皮石 已經不像以前那樣 那麼隨意合併 而是由室內設計師精心安排 我覺得是完全不可能消失的 完全一件新的事由一個設計師去處理 它會不會做回當年的感覺 其實我相信是很難的 當我們看一些很普遍的紫皮石模式 其實我們很不其然地想起一個 香港的舊時代 紫皮石不像水磨石或紅燈 它會發光的 就會很吸引眼球 紫皮石呢 相對低調一點 是否真是一些很吸引眼球的事物 才值得去珍惜呢 各位讀者 你好 我們有事請你們幫忙 因為蘋果日報的經營實在困難 請你們多多支持